十多年前的921大地震是重创了谷关温泉产业 几乎快成了废村 当时希望能够提振观光找回人潮 两间知名温泉饭店推出近乎赔钱的泡汤卡送平日住宿券 希望能够刺激消费买气 而今年活动已经迈入第12年 业者表示近几年有新设花海的加持 进入冬季的谷关游客数有大幅的稳定 做了12年的赔本生意在今年即将收尾 喜欢谷关汤的民众可得把握机会来捡便宜 暖冬远离能够在围朗的气候当中 泡上热乎乎的温泉 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享受的事 谷关是台中的温泉胜地之一 汤植醇加上有深南汤的风号 所以每到冬天都吸引许多游客前往 据来讲在全省九大温泉区当中 这个谷关温泉这个汤子相当的好 因为怎么讲呢 因为它是一个碳酸氢纳泉 那因为它是无色无味 所以泡起来特别的舒服 那么曾经有日本天皇 他们也曾经来过这边泡过温泉 回去就生了南汤 生了南生 所以这里也有一个名称叫做生南汤 那么谷关温泉它这个气候相当的好 那么比我们平地的温度大概有降了大概五度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是一个泡汤最好的一个时机 十多年前的谷关曾经为九日大地震几乎成废墟 人潮进不来 地址差点生存不下去 有两间温泉饭店合作 推出近乎赔钱的温泉卡 在外送平日住宿券 抓两张的千元大钞 为谷关来培养泡汤人口 让大家都爱上这谷关汤 所以每一年推出都超强手 而今年已经迈住第十二年 免费的住宿券是平日的 是四人房 那这个再加上还有二十张的泡汤券 那总共加起来呢 价值大概在一万块左右 因为有二十张的泡汤券 平常来我们饭店来泡温泉的话 大概要一次要三百块钱左右 那有二十张票的话 那将来六千块钱 再加上一张的免费住宿券 四千块钱的话 大概一万块 这一次呢配合整个谷关温泉季的一个活动呢 现在呢一万块钱 特价只要两千块钱 这的确我们谷关跟龙谷这边是走比较日式风 那像龙谷饭店的话还有裸汤的部分 如果有喜欢泡裸汤的朋友也可以来泡裸汤 那谷关饭店的话 这边包含一些蒸汽室啊 或是SPA的话都有 其实设施的话算是蛮齐全的 现在的谷关受到新兽花海节的公共人潮加持 游客数持续往上攀升 不过业者还是希望能会不景气催催买气 业者表示 温泉卡的推行是了钱行销 明年也不再续办 最后一年决定聊累去 加码优惠买时再赠一限量发行 比政府的旅游补补助还要划算 大家长卡的手脚可要快 冬天一起来泡 暖暖的汤 记住你这样台中采访不到